欢迎收看美国真正制作的美国专讯 我是任敬药 虽然女性占全球的总劳动人口一半 但她们在科技领域上只占四分之一 美国印第安纳州一家高中希望改变有关的情况 她们派出全女班参加机械人比赛 下面是我们的记者西来特斯的报道 欢迎来到蓝色网络社团 跟很多高中的机械人社团一样 社团活动设一部分是机械工作区 一部分是机械人竞技区 这个社团的45名成员当中 既有男生亦有女生 但今天操控机械人的是女生 因为因为他们最近主办了 印第安纳波利斯全女生机械人活动 比赛的时候出展的全部是女生 社团男生只是在赛场帮忙 高二学生阿丽维亚·謝克 是比赛的时候操控机械人的女生之一 比赛内容是让机械人检起物件 然后将它送到指定的区域 这样才能够得分 其间会有其他机械人试图挡路 蓝色网络社团去年在密西根州 首次参加了一场全女生的比赛 成绩相当不错 高二学生雷温·布雷克认为 今年社团女生人数从7个人 几乎是增加一倍至13人 其中一个原因 可能就是他们在去年比赛上获得成功 总辅导员克里斯·福尔茨说 蓝色网络这类社团的目的 就是令到学生对科技产生浓厚兴趣 并且考虑今后从事这个领域的工作 学生加入社团要经过层层的考验 填申请表 制作简历和接受面试 高三学生凯蒂博伊斯说 他第一次听说这个社团的时候 对机械人一点兴趣都没有 但他后来发现 社团里面还有做设计 电子 编程和公共关系的小组 多虚然蓝色网络 凯蒂现在知道自己今后 想从事公关的职业 阿丽维亚就想去美国太空总署 研制火箭引擎 雷温对设计汽车感兴趣 一个男女兼收的社团 正在为明年年初的机械人赛季做准备 如果一切顺利 蓝色网络社团 希望能够参加春天 在星路易士举办的世界禁标赛 记者西莱斯特 印第安纳波利斯报道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博物馆的化石收藏 仍然未能够容易地在网上找寻 很多标本就被遗留 有关方面正在努力改变这个情况 下面向我们的记者李艾林 在洛杉矶的报道 科学家的梦想就是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托里·纽伯格可能发现了蟹的一个生物种 将很多博物馆收起来的标本重新发掘出来 这个正是研究人员的尋堡游戏 无数的骨和化石被储藏在博物馆的柜桶里面 很难找他们的终绩 似乎成为了秘密数据 有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金 博物馆馆长正试图通过将博物馆的管床数码化 令到深藏不露的标本闪亮登场 使得每个有电脑的人都可以很容易获取某个特定藏品的信息 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就是将一些化石收藏数码化 博物馆的奥斯丁亨迪说 从这些化石上收集的数据将会为科学家提供线索 依据过去地球变暖或者变冷的时候 生物体发生了什么来研究他们是怎样应对气候变化的 这将会增加研究机会 增加地球变化 地球、政治、文字、文字的极限 这将是我们在做一个兴趣的部分 对数据的程度上 史密森学会的卡洛斯·哈拉·米勒说 标本上网还可以节约时间和金钱 他正在巴拿马进行科研 通过skype接受了采访 美国、中国、澳大利亚和欧洲国家 正在分享如何最好地将标本数码化的信息 好令到全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 接触到全球范围的标本 记者李艾琳 洛杉矶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今制作的《美国专讯》 我是吴敬药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矶报道